回到第五節的《啤梨晚報》 我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 這個星期六 即是星期十三日後 我們在旺角的浪浩坊中有一個 移民加拿大的講座 當然除了移民,你到加拿大移民有興趣 因為現在有很多新的條件,其實都很容易 加拿大,除了英國我不要說 加拿大比澳洲更容易 清晰很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理解一下 了解一下加拿大,譬如我四五十歲 我們講過很多,技術移民 其實有很多是要你親自去到 聽完講座 去問我們的同事,即是專業的同移民顧問 他就會替你去量身訂造,解答你的問題之外 就量身訂造一個計劃,就不用那麼快 扯白旗投降,我不行的 加拿大一個什麼地方呢?當然 相對底下的經濟當然沒有美國那麼繁盛 但是風光明媚,發展機會也有的 我覺得會不會悶呢 其實你去到哪裡都可以悶,可以不悶 我經常覺得,香港人都很悶悶的 你說多姿多彩,習慣了而已 你說日本很好玩呢 我認識的日本朋友說很悶悶的 那怎樣報名呢 看看我們的後面 現在WhatsApp去 84811079 84811079 我們的講座由下午兩點半開始 例如你說三個人的 WhatsApp去84811079 說你的名字 三個 電話有啦 因為你WhatsApp去就有啦 讓水王確認你們才是為之報名成功的 因為可能突然三十人 即是我們先到才行 還有一個小量 10個8個位 大家盡快報名 星期三 當然,上星期我拿了東西 其實沒有說拿東西 賺少一點 或者是平手 其實我說288隻八爪魚 我就已經平手走了 當然,這個星期我還要捕了 本來我播出相片,我也不播了 相片就不播了 記住這個星期海膽我們不出處 因為海膽又是很貴的 OK 這個星期我們會有 竹籠卷 即是全雕魚的竹籠卷 198元 大家可以現在WhatsApp 84811079 看看怎樣訂購上來付錢 OK 就是我們的八爪魚 我昨天有一隻,我今早自己切了下來 說我忍不住吃了半隻 真是好吃 今天是星期三,完全沒有變的 肉質 很好吃 八爪魚就388元 正如我網友所說 完全不同的,跟我的哪一顆比 生蠔,生蠔的照片真的要給大家看看 上個星期我已經給你們訂的貨入多幾十盒 今個星期我都會入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那些穩固就還是訂的 如果不是星期六上來碰下運氣 刺身食可以 OK 主熟食 也可以 我想過今個星期,我看看會不會拿一盒 我不想在一個洞裡,我鋪上去 就是要鋪上去 就是要鋪上去 煮了一些Cortello汁 或是芥末 或是Tommaso 就自己 吃起來有些冰在下面的底 會再補充一點 如果那些馬鈴上來試吃,可以不可以呢 有就 你開了,你不買嗎 我開一盒給你吃 好,回來 飛機吃著送的 大家可以訂這個248元 當然還有我們的花膠 那時候我賣得這麼厲害 做了一個盒 狂訂 就突然燒到盲碼 其實花膠呢 記住,我們的黃花膠桶 還有包汁,你真的在外面吃不到 298元有兩隻16頭的黃花膠桶 你買料都不夠 大家可以星期六上來買 好了